HELLO 又到了第二集的晚霓早晨 今次繼續提醒大家 4時黃昏馬開跑 但我不做直播 因為做不到工作 記得跑兩場泥地 但大部分都是草地賽事 C加3的草地轉彎賽事 檔位是非常重要的 其實馬會暗示了給你聽 因為1200米賽事 永遠只有12隻 不會有14隻 為甚麼呢? 即是他都知道13、14檔是怎樣? 不公道 太難跑 亦都在統計中會做出來 又說起統計這件事 上一集馬微早晨 是否提到用AI去分析 有時我們看東西會比較客觀 我想說其實 平時五間馬驚 我們貼三隻都會分到強 如果你看回每一集 有時我會跟你說哪隻實正 哪隻沒那麼實正 為甚麼我會知道 其實是因為你很了解馬的實力 和當場的形勢 當然不會一隻贏 亦都不會是厲害的那隻就贏了 沒那麼厲害那隻就不行 不是這樣的 有時可以有時不行 我們不會知道 但是你都會看到 很多時候 那個分野是為甚麼 現實中跑出來 例如我告訴你 連少很威勁很多 你見到真的會贏得那麼容易 還要放快也不算 很多時候其實我們心目中 是會有個比分的 當然頭珠也是那句 頭珠的策略也是很重要的 例如剛剛那個賽日 例如大家看Live 我和詩詩都在 大家Live頭珠 都會一膽跟你說 其實信家漢毒贏 你拖回腳都可以 結果你會見到Live節目 一膽五腳 買加州得力 下四孖寶要的 但是相對地 這五隻都要下四孖寶之餘 你又要拖回去 我會說 他們本身加州得力的能力 它是容易介乎 贏與不贏之間 不過它很難脫頭二 多數能拖回去 都是贏過的 結果你會有個不錯的連贏派賽 當然現實中 我自己都有買的 都是那一句 竟然有人在另一個平台上留言說是假飛 但也有些人是清醒的 他說假P肚不是一百元一注 我心想也是 突破了盲腸 都是有些腦袋的人 你會見到 當然我其他不中的 例如拖雪用神驅 或者智力更新 那些會較小 你知道它外檔 能力上有些不太好 亦都每樣 一些重複性的Q 搭下去 連贏位置Q 或者可能有些 帶點信心 不停重複 套下去那五隻馬身上 你會發現最後的回報 其實未如大家想像之中那麼差 可能你不用買太多 就算你可能變成少於零 你也可能執行一千多元 其實也不太差 所以有時我們除了要排序 要理解馬的性能 也好 都要怎樣 先要求真求之 然後才去想頭主 幾樣東西配合才行 而中間 你是相當要了解那些馬本身的基本能力 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說 有些我每次跟大家說 這隻馬的能力大約是怎樣 或者Live大家有問題 那些我其實為甚麼回答到你 是因為我心裡很清楚明白 那隻馬在那場 對著那些對手 當日的場地 它們大約是怎樣 這樣說好像很複雜 即是好像很籠統大家心目中沒有那麼想法 我經常都在那個 大家知道我喜歡打遊戲 我相信大家都有打遊戲 如果是男孩子 即使90%多觀眾都是男孩子 應該知道 其實女生都會打遊戲 我也明白 我想說 就是大家打遊戲的時候 你會知道 即使你玩的遊戲類型不同 例如你說不是我小時候 我喜歡玩街頭霸王 我喜歡玩Street Fighter 其實每個角色都有自己的能力 有些速度好些 有些傷害大些 或者我不是我喜歡玩Final Fantasy 我喜歡魔法師 你知道它的魔力高些 體能低些 物理攻擊差些 又或者大家說 玩射飛機 我不是那隻動得快些 這個攻擊力會高些 或者它可以捱多幾顆子彈 全部都不同 其實賽馬 你當它是遊戲 玩得 不過前提是什麼 你要知道 每一隻好和不好的地方 在哪 跟著才要投注 這件事很重要 舉個例 就像Bit先生 五間馬經過幾隻 Bit先生 如果我要把馬分開 他們的斷速、能力、檔位、騎司、賠率等 分去是否直撥呢 其實你是可以在10分之中分出來 每一隻大熱都可以這樣想 當然Bit先生不是大熱 賠率上很高分 所以有8分 相對地 我認為加州得力很強 你會看到它的斷速算厲害 但它不是很厲害 我認為不是 不過它有夠極性 它當位都不錯 在B欄1200米 當位好很重要 為什麼我說 這隻加州得力的能力 大家都偏熱 我說其實未落飛前 你見到有四倍 那隻是年少好位 在大家眼中 都是兩個多大熱門 為什麼你會說那隻厲害那麼多 未落飛前四倍 你說底 底是怎樣來的呢 在我的腦中 我會跟你說 它是這樣的 這個年少很威風 大家見到 它的斷速近乎爆燈 近乎爆燈 對著這堆對手來計 它賠率上不太低 但它還有四倍 相對於加州得力 大家見到 它的賠率還還好 最後一樣樣 但你下死的孖寶又不同 然後你發現原來的檔位 騎士 步速上 它都是一些接近頂級的 你從這三隻馬去看 你就知道大家的面積不一樣 我就會跟你說 當然是投注策略都不一樣 如果你三隻只買Winplay 不是不可以 是可以的 也不是說這隻一定輸 這些很容易贏 不是這樣的 不過這些機會大很多 我會跟你說 這隻也是它低很多 即是必先生 所以大家的腦 每人收拾的法則都不一樣 當然現實中不只有六項 可能還有健康 例如必先生流過鼻血 我要加多難健康 或者再加多難年紀 這是無限引申的 這些是甚麼 嬰兒班 大家嬰兒班還嬰兒班 我說小學 這些是primary級數 至少你都要有這幾行在腦上 每一隻馬 然後你才知道你應該要怎樣排序 和怎樣做 越差的馬 這個六角形會怎樣 越小 可能只有一顆 沒甚麼能力 第二 其實去到secondary的位置 可能你這個就不是六角形 可能有這個hexagon 大家可能差一點的 primary有Pentagon 五角形已經夠了 我會告訴你 現實中這個圖 可能是八邊形以上的 九邊形 去到化學的DK Nolane 去到九到十個 有很多參數 去到大學級數 去到大專級數 我會說 其實每一項指標 不是linear 不是linear 它是一些抵增式 即拋物線型 所以檔位不是1234到10 這樣給分 不是一檔就是10分 12檔就是1分 不是這樣 它是慢慢漸變 去到極端 所以我有時說 為standard deviation 那些馬斷速到9 即這麼高強的馬 我說很罕見 很罕見 那個贏定是這樣 不是因為它9分 當然如果它不是linear地9分 那個9分當然很值得看 但是現實中並不是那麼多馬 既高分又直薄的 所以有時大家 即選馬 你才要知道 所以 我對著那些留言說 咖啡 又是那些事後圖 我心想 你回去學習一下 什麼叫賽馬 你自己做不到 都是那句 不要踐踏別人的專業 你可以說自己煮菜不好吃 沒有問題 不會人生出來煮菜都好吃 不是每個人都是大廚 但是 當然有些人是三星米芝蓮的主廚 Gordon Ramsey那些 你說它下味精嗎 你說它因為它經常說粗口 去參加MasterChef 所以這麼紅 不是的 這個三星米芝蓮是課真價實 人家的生活就是 他從前是運動員 去煮菜很有紀律 又肯去研究 然後 先有恩 你才看到三星米芝蓮大廚這個果 它不是說 你下味精買通 這個 就等於什麼 等於無知的人 你的律師牌買回來 即是那種 但其實這麼容易 你試試買 你試試買 你買個三星米芝蓮回來 或者你試試下味精 看看是否大排長龍 你的餐廳 賣貴些幾千元餐沒問題 但是 不要將自己的無知套在別人的專業上 這樣顯得自己蠢 千萬不要這麼做 相信我這個台人 都不會做到這件事 所以大家有智慧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右下角四星龍珠 按下去 開實心鐘仔 有新片的時候 會和大家分析 好了 事不宜遲 我們過攝了一會後 當然要講一下 這場我們的排序上要怎樣排序 你記住 我不會每一次排序 然後馬就單式四重彩 八重彩回來 沒有可能 我只是告訴你 每一隻馬的機會 任何馬都會跑錯 例如昨天 大漏閘鑽石升空 我沒有爬 我沒有爬 但是 我告訴你 總有馬是這樣的 鑽石寶寶 又或者是那些 嬌陽明區 不是嬌陽明區 石哥 一定會有這些 柳閘 但你不要 到果為恩 覺得別人做馬 或者拉馬 神經病 我經常都說 如果要做 那些人留言說 咖啡也不會一百元一條 那就是 改大一點 變成十萬元一炷 神經病 所以根本就沒有關係 要做 為何不做兩隻 九十九倍的 一起跑 四隻最冷的 每次鋪一鋪都整個四重彩 那你就不做 但是現實中 為何做不到 為何它不做 或者它做不到 所以根本 你問我有沒有這些 是有的 但是 都要那隻馬 跑到才行 都是一句 那隻馬本身的能力 好 講解的能力 有甚麼呢 上腳吧 在剛才那些六角形 如果大家在我心目中 你說是嗎 我平時選馬 我心目中都有這個 參數 那是沒有問題的 你可能會說 黃志弘變霍宏星 加六磅 行不行 我會告訴你 上次 它的斷速是早段太快 中間按慢一點 然後最後都是略慢的標準時間 所以我會說 其實它不是放那隻 其實它是虧了步速 你可以想像就是 萬事有 超勁日子 它根本就是放得太快 萬事有不是一些無能的馬 輸這麼遠 就是因為它做了一個太難回來的斷速 你想想 所以二戰常性為何再出 可以去到1.2倍馬王級數呢 就是因為它兩段快 第三段都快 這個是近乎不可能的 第二段是平標準時間 沒有那麼慢 但是它可以快的標準時間完成 在當日的馬上都算強 所以輝煌精英 那些一放到底 掌金大小轉力升風 它不流閘 其實它不是一隻很差的馬 你看到上校加了磅 但是騎士放對 以這隻馬的碎數鞋 當然是退化 但是它只要放對 在檔位補好之下 其實這場因為沒有什麼馬放 它會賺回買部速 抵消它加6磅 那這個問題 那餘下的是什麼 它斷速上放不放得到 放黃昇 你說放馬很厲害就不是的 但是怎樣都好過黃志弘這個新的 餘下就是看看它有沒有缺貨 當然就沒有 所以打了第一選給大家 至於有機會放得到 或者賺慢步速的 都有機會是本來跟得前的南鞋王 其實早幾場它都還在放中 我會說輸給太陽拍檔這些馬 其實是強的 當然它輸兩個馬位 你說很有威脅就並不是的 但是太陽拍檔贏完那一局之後 其實它幾乎都沒有脫過頭五 而最近這兩場甚至在谷草裡面 一再入三甲 即是有實力 你輸過一隻有實力的對手 而近我覺得都不容易 當時你背一磅是跑四班 你落五班的對手沒有那麼強 其實這隻有機會贏 所以大家除了上校之外 你可以搏 因為四歲馬它怎樣都會有進步 只要它操練上去沒有問題就OK 所以這些馬呢 你不要因為它上賽職太差 流太厚等等 你就覺得不行 因為上次它是沿途有三疊 也不是它的正傲跑法 其實王志宏也有說 他說想讓馬放 不過坐騎出閘略為噴絕 騎它都不夠前速了 所以就留得比較後又走三疊 這是無可奈何的檔位問題 原則就是早段出閘快一點 所以列馬斯羅庫泉就幫這隻馬 怎樣呢 再試多一閘 加快前速 於是有機會可以這次放到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一四這兩隻 至於快馬加一邊 未贏過價 但上次和日新月珠 都算是鬥得下 兩隻是一個偏慢的步速 賺了一些中至前置的優勢 所以又不算太差 如果你以鑽石寶寶這場 贏得這麼輕鬆 都是跑一分十秒七 當然頭兩段放快速是厲害的 所以拉斯頂到落未 來計算 這個一分十秒三七 和五班頭馬一分十秒三六 差不幾 快馬加邊可以這樣逼它 跑一分十秒四八 老實說是有四班水準 你再跑一次 這些三歲馬都當然會進步 所以這三隻 我會說在四選中 它略為高一點 至於賺了一檔 其實它上次都賺 不過你千四縮程 你要猜它會否更厚 而且有些馬縮程會快了 這隻是不會的 它要靠快步速才行 就要看南俱旺上教這兩隻是怎樣放 還有外面還有沒有新的馬會去燒它 例如投資偶利 就很被動一點 所以當然千二都不要違反數據 統計上一檔真的太容易上名了 這隻馬不是無能 只是跑一才入三級都不是太過難的 所以也有能力的 拆縮程 其實你之前輸給威力飛彈 威力飛彈我還在擺在第七選 只是當位問題 所以大家要留意 好了 講完這三隻之後 我們去廣告再講一下外檔馬 好,投資有利 投資有利這隻馬 就贏過這個路程兩次 如果大家看回它的三甲 它對上一次贏都是在谷槽那裡贏 而偉達就沒有五班谷槽一千可以補 又被偉多福贏了 所以它也沒辦法 但再看 其實它在同程兩次的投馬 都是在五班千二 當時騎的兩次都是霍宏星 背負一二七磅 即是上面的這場 贏得順利勝利 輕鬆贏 當時排過好檔 另一次就是排在外檔 它就贏得比較辛苦 因為怎樣 就不放頭 就縮了在後面跑 當時都可以 都可以 那我心想 放又可以 縮又可以 通常的馬這樣 就是有分在手才可以 這次由外檔 估計它不會放的 如果它放它會扯快 一個步速 但是如果上轎南驅王 隨便一隻不放 可能它都會切過去 但正路就躲在後面會比較好些 畢竟都贏過同路程兩次 這些沒有大傷患的馬 你看到它操練 正正常常 其實已經可以了 雖然它不會很密操 但你也要考慮一下 這隻馬都六歲了 所以這些 減夠分 它可以再在三甲 不是很差 如果冷門可以試 十倍八倍 就不要買WIN 不是特別划算的 至於可愛新星 加速比較慢 這隻馬 要早些騎 上次千四 我看它都有優勢 其實不差 它到終點前 越跑越快 可能縮一次程 試試這次戴頭罩 不行 不行 下次就增程 當位好的馬力計 它冷門都相當不錯 即是你位置Q 我會說這些一定要拖 你不拖頭之後你還好 這隻你不拖 你自己吃虧 它是表現飄忽 看粗鍊也是偏向梳粗的類型 就不算密密手 要粗至時間補 它不是的 所以這些我會量為看低一點 如果它粗辣一點 或者密一點 我可能會放回前 所以不是所有縮程馬 你都要計算 剛才的六角形 你可能都要加到粗鍊的格 或者配備轉變等等 這些都是大家要考慮的因素 所以有時候頭鑄很簡單 但是研究馬就很複雜 大家首先要知道那些馬 究竟在做什麼 而上次走三碟的威力飛彈 其實跑法跟智省攻略 俊先生一樣 都是賺了後上 你不是看到它贏了上轎 其實上轎是虧步速的 它跟中華威威一樣 中華威威我上次都還在貼近 結果它不是輸過短頭 差一步才能追到 既然這隻都是跟它差不多位置 縮了程度去 差一點都追贏 拿到一個VIN 為什麼你不可以相信 中華威威同是虧步速的上轎 賺步速的那些 再出就不要看不高了 什麼智勁區 威力飛彈 智省攻略 所以為什麼智省攻略都放後一點 不是亂來的 當然它上次都是走三叠是真的 今次七檔好一點 看看它怎麼走 至於前鋒 下雨才會想 它軟一點地的時候 它會很便宜 這隻馬經常在外面蓋會追到 但這場又是沒有什麼補充 對它來說不便宜 要下雨軟一點才會追得比較爽 看看何宅搖幫到這馬多少 跑了這個路程就沒有證明過了 如果是十多二十倍 我覺得你可以試的 它是那些WIN or Nothing的馬來的 所以你不需要太介意它最近的賽職 如果你輸得近 還有幾十倍換何宅搖上去 你還想怎樣 又要驅離它狗蕩 又要沒有什麼賽職 當然是冷的 難道這樣經常有賽職又有冷嗎 這樣就危險了 另外其他沒有貼的馬 去廣告回來再說 這隻馬前一場還跟電子宇宙東方寶寶跑 那次我們中了電子宇宙 但你要記住 那次已經賺了一檔 其實是對的 所以之後你會看到我沒有貼的 就算我沒有貼酒樓眼 它走進來 原來那一檔真的可以幫到馬很多 當然它重戴眼罩也有影響 但之後不良於行 在四月尾的時候 之後再粗再出 已經沒有什麼表現 你可以看到它不良於行 真的停了十天左右 所以是有影響的 這些馬 最近試閘 試就沒事了 真跑重磅 我想都是減一下分才好 這些我會有戒心 所以就小心一點 雖然它當位漂亮 而線路光明 都有機會前置 這場就要看它怎麼搞 但只有十九分 都是淘汰邊緣 不要衷勁這些馬太多 我會跟大家說 一隻馬 其實由五十二分跌到十九分 又贏過 即是加過分 其實它經歷過很多事 都不行就是不行 你搏它贏是有點不至 未至於沒有可能 但我寧願你搏一身業主 起碼它贏了 那你又不貼的 我會不貼的原因是 因為它排檔比上次更愛 而跑一個私家三 是大理來難優勢的 即使它這次加多五磅 再加上它正常操練也好 我會說其實這隻馬 都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厲害 所以這些馬就不移過份衝勁 所以沙田縮厚一點 就會好像前一場一千 只能夠追得近 這場它跑第四也是 當時也是報問劇 負榜相約 我估計這場角都是萬無俗 你預計是那些46秒尾 47秒的樣子 去追不到必然 所以看看這些馬 什麼賠率 賠優也不用考慮 至於唯一我認為可以畫的馬 就是上次流完避血 再出優勢 所以我不是說 大家現在看到 沒有千歲 為什麼我都這麼大戒心 我說流完避血的馬 這個看到流避血馬 它怎麼都會打折扣 其實它還沒流避血之前 已經是處女馬 你不要因為它的試襲好像很好 我都知道安康爛你厲害 然後放回來好像頂到 真炮呢 又是包尾 所以它的打折扣就會是這樣 可能輸四個馬位 大打折扣 縮了程 這個千二谷草 這個一千谷草 又不見別人電氣騎士縮程會這樣 別人電氣騎士縮程會贏馬 為什麼這些不行 不是因為當差 而是根本是流避血的問題 影響馬太多 所以過來沙田跑 我猜都是跑灰 平榜員都減三分 無謂挑戰平榜員的眼光 我們會有同理心 知道平榜員的智慧在哪裡 所以有時wisdom 我說看馬都很重要 有時我心目中要知道每隻馬的基本能力 當很多隻都是加州得力 你會覺得這麼接近的實力 這樣便會駁難門 如果有些六個型超小的熱門 發達發達 很划算的 有時要根據每一場不同的個案 再去想你應該怎樣去部署 而選擇一個最正確的答案 正確的答案在賽馬世界 並不一定會贏 但你長做正確的選擇 最後一定會贏 就好像打麻將 或者射足 踢球 射籃球 準 例如Steven Curry 大家看NBA 他射三分很準 但他是不是球球入 如果你問他的心想 你都瘋了 我怎會求球入 我是準 這是不容否認 但我不會求球入 又或者反過來 你問斯朗美斯全盛時期 是否單刀就一定入 他說 不輸 通常可以的 死角 羅門破不了 都是事實 但是否一定入 都不是 你這樣做 選擇正確的選擇 你是提高了你的勝算 比起外面 只是買份報紙 你以為可以獨步天下的人 你當然是好處很多 你還有堅制APP幫你 有雲數據 大手升跌 有我 說給你聽馬的能力等等 你好處很多 但是 是否在那一下 那一場就贏 不可能 但你會長期來計 你會站在好處那邊 這要大家知道 好 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因為星期六跑馬 所以有些節目都會刪減 大家要留意 希望大家要注意 有時只有我那人做 有難度的 我亦都盡量做一些新的事 讓大家可以增值自己 欣賞到賽馬 最重要都可以贏到 這才是重要的 好了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一會兒排位超人再和大家見面 我們一會兒再見 拜拜